原标题 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,战争几乎每天都在,几乎每天都有人因为战争流血牺牲,直到现在,那些家里经历过战争的长辈都不愿再想起当时的场景。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,我国一起前耻,打破了落后就要挨打的局面。建国后世界依旧不平静,然而,最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越南。 之前在越南抗法的战争中,国军派出军事顾问指导越军与法作战,最终取得胜利。 在越南战争爆发后,中国又开启了抗美援越运动,作战三年间,中国牺牲数千人,并且不断地向越南提供物资。 在越南抗法抗美的三十年间,中国给越南提供了大约二百亿美元的援助,帮助越南解放战争得以胜利。 然而越南不顾以前我国队,他的援助之情,为了自己的利益,与我国逐步交物。 解放后,我国以前战友越南在背后捅到我们十分不好受,由于他们不念旧情,并且我国不想再处于被动的角色,于是,我国主动出击。 中越战争经历一个月,越南以惨烈的状况败下阵来,许是有将军带领大部队给越南一个警告,后就撤军了。 解放军在撤军之前,将我国之前给予的援助物资全部销毁,之后,又摧毁了他们的军工业,给予了越南沉重的打击,越南内部一片荒凉。 李损是越南的领导人,中越战争几乎是由他引起的,他无视中国人对越南所做的一切严重与贡献,对中国发出了武力挑衅,他在中越边境挑起争端,侵占我国边疆,杀死我国边防士兵,于是,中越战争由此开始。 战争结束后,记者采访李损时,询问他对中越战争的看法,李损沉默了许久,露出无奈的表情说了八个字,中国人打地太狠了,可以看出他吧? 所有的过错都归到我国身上,这八个字足以表现出他的厚颜无耻,难怪越南会战败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